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叫行业慢慢把自己变成了专家 因为他整天跟各路经济学家在谈 而且他也爱思考 所以他现在变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财女 绝对不是财富的财 今天讲讲你们财界的一个大事 所以我为什么必须请教你 徐老师你见过股神巴菲特的股东大会 是什么场景 我可以给你看看照片 人家公司开股东大会 这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 你知道吗 你看这就是股神巴菲特公司的股东大会 这恨不能自在公体举行 这是最近开的 为什么这个大会这么引人注意 我还听说巴菲特在会上遭到质问 关于过去他的这个接班人 就是头发比他还少的 这个叫索科尔 这个人好像有污点了 有污点 那么这个就得静一给我们解释解释 这是最近这么引人关注的事 是比较年轻这个索科尔 他曾经是外传巴菲特 在卸任之后最热门的接班人之一 那么事情的起因是在1月份的时候 他向巴菲特推荐说 有一家化学公司叫陆伯润 这家公司是不错的 巴菲特就是巴菲这家公司 可以考虑入股 巴菲特一定觉得是不错 但是索科尔是说 我持有他的股票 但是巴菲特没有详细问说 你什么时候持有这只股票的 他以为他可能是很早之前就持有的 没想到他是在跟巴菲特推荐股票 推荐这家公司之前的一个星期 还是两个星期才买入这家股票 这就严重违反了他们的交易原则了 就是个人的诚信上是有问题的 但3月份事情爆发出来 巴菲特并不清楚 他就说 我认为这个索科尔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其实我没想到 在你刚刚讲的股东大会 这次股东大会方面 巴菲特自己就说 关于这个事情你们主动问我 你们主动问我 我主动来告诉你们怎么回事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 巴菲特就说 索科尔的这个行为 令人未解 不可原谅 就是说他自己买了这个公司 然后他就建议巴菲特也买 这样他的财产可以增加 就在当中 因为股价上涨 他就获利不少 那万一股神不听他的呢 他就没了 当然没事 不是 但这问题就是说 这个人曾经是那么热门的人选当中 巴菲特他 你看在网上 还有在书上 他有很多很多的金句和名言的 他曾经有这么一句话 如果你不想成为 明天报纸的头版头条的话 那么你今天的言行 一切就要特别的小心 就这种是违反他们行规的 当然 这是违反 他就完全违反他的诚信 跟他的道德的 而且巴菲这家公司 你看为什么有 像是一个演唱会那样 一字千金 巴菲特的话 是说出来 人家就觉得 好像就是投资的方向 那当然就和巴菲特买什么股票 你还不得疯了的跟 但重点不止在于 他是投什么股票 是他这个人一辈子 就是以诚信立足的 是吗 当然是 不是说今年不是 亏了很多吗 亏是因为日本地震 还有新生地震 日本地震 挣掉他11个亿 对 这年的诚信吃亏 天灾实在是没办法 好像跌了40%是吧 整个他的公司 但是我也看到 人家有质疑 就说他这个所谓接班人 说好像从这个里边 盈利也就是200万 300万美金 他一年挣几千万美金 而且他帮这个巴菲特的 这个公司挣了这么多年 不知挣了多少钱 那么你说 他会为了这300万 就出卖操手 问题就在这里 我在想这个问题 就在想 一个人究竟走到什么样的地步 会在钱和未来当中 做出一个不清楚的抉择 比如说外传巴菲特的接班人 已经有很久的传闻了 也有不同的传闻了 那是不是他觉得 这个接班无望 又或者是说 等了这么久 即使是挣钱 其实他还是为投资者挣钱 他可能还有很多的钱 就是他当中的抉择 到底是什么 他 我常常在想 财经领域的人 是最接近魔鬼和上帝的 他跟钱打交道 钱其实就是魔鬼 你是要支配钱 还是被钱支配 那种心理的心态的变化 是分分秒秒的 也就是一念之差 转念当中 你可能就是魔鬼 转念当中 你可能就接近上帝了 就是说 他为了两三百万的便宜 结果得罪了巴菲特 我觉得不是得罪 不是得罪 是在这个行业当中 他其实影响的不是巴菲特 也不是他个人 他是巴菌这家 在全球这么大的一家投资公司 他的未来和他的诚信 他这家公司 如果有污点的时候 你看我想下面 类似演唱会的人群 基本上可能就是骂声了 以后可能就是骂声 而不是说欢呼声了 所以这事挺有意思 你像咱们女主持 一般都是比较接近金融财俊的 都是是吧 但是我发现 自己做财俊 自己做财俊 但我发现人家静一 对金融财俊看得透 我们编辑宋欣说 她以前跟静一聊过一次 说你跟这些领域的人投行 做证券的都接触很多 然后她说她不羡慕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一个个一年挣的那种 也不能说不易之财 她挣那么多的钱 你看你说溜嘴了 我觉得对很多在投行界的人 来说我们外面看 他们觉得你们挣这么多钱 正常的钱会挣这么多吗 当中是不是有些tricky 有一些 什么叫tricky 就是有一些不太光明的地方 不太光明的地方 我们不能这么一干四打翻一条船 但在投行界时下 它有不同的领域的 比如说有分析界的 这是我平常接触的 经济学家比较多的 另外就是有做业务这一块的 你就是你要去卖产品 给人家说 你看我这家公司不错 你来买啊 我们来怎么合作等等之类的 但这个东西呢 就是求人的是比较辛苦的 怎么样把你的东西销售出去 他们怎么求啊 有些什么不堪入目的手段 给我们介绍一下 哇 张静怡啊 你眼睛毛这么漂亮啊 这个还是小事情 我想尤其在这个IPO的过程当中 什么叫IPO IPO就是在股票第一次到市场上 去挂牌上市的时候 第一次挂牌上市 这个就是你 比如说多文涛 我把你这个产品卖出 是什么重症监护室 IPO 多文涛是个产品 我要把你卖出去 但是在市场上的价格认定 你是10块钱还是20块钱 当中的差价 就是投行 还有证券行 还有保健人和顾名 看他们怎么给你包装 对 他现在把多文涛推到市场上 说我可以卖20块钱 要变成公司了 他可以帮你卖10亿 可以帮你卖2000万 就看他怎么包装 但他可以掩盖你一些 不为人知的事情 但这个掩盖要技巧的掩盖 你如果是违法的掩盖 当然证监会会知道 但是如何技巧的掩盖 在灰色地带当中 但是在灰色地带当中的这种 掩藏和披露 这是很费心思的 投行人是很不容易做的 其实就有一个词做的最准确的概括 就是包装 我们就是包装 你一张纸 把一个本来不那么漂亮的东西 变得很漂亮 他们就是做这个事情 就一个工厂 其实已经亏本来很糟糕了 他把它不知道怎么 没弄以后 弄得很漂亮 但是应该完全你要是在符合法律规定 对 很好的 之下 否则你这个东西上市之后 其实是一杆子一条 那就是说他这是弹精截律 就是钻法律控制 对不对 应该是说尽量凸显他的优点 然后他有非常一些缺点的时候 我们以后可以弥补的回来 他给骗子一个词做了很好的解释 我们现在就这样形容 对我投行的朋友们来说不太公平 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 有时候我会看到 他不容易在哪里呢 一年52个星期 如果他要飞52趟机票 飞机来回的话 你说这个人的人生是个什么 他每个星期都飞 每个星期都飞 天哪 你会看到这个朋友 男的头发越来越细少 女的眼带越来越大 越来越黑 皱纹越来越多 用再多再好的保养品 他的心中他还是累的 这就不要 以为他们挣很多钱 他们就很快乐 怪不得爬拖拖在飞机上 而且多少分钟就搞定 没错 对对对 金融才卷 说闪婚嘛 因为他们老在飞机上嘛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哎呦 有人这么形容 个人生活这就没 有人形容说 他们坐飞机比坐计程车还多 哎呦天哪 还羡慕吗 他挣的钱还是可以啊 是吧 他多少倍于我们呢 现在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 很多年轻大学毕业生都说 啊投行挣这么多钱 我就要进入投行 可是投行是站在实业的基础上 去挣的金融那个部分 现在很少人愿意去投 投身在这个实业去做 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 你听了我这有些姐妹们 嫁那个老公啊 你说这岁数都比我小啊 有的甚至都不见得到30岁 出头这么个年轻人 一年光分红就上千万几千万 他不是说别的 哎我觉得你要让我说 坐52个星期的飞机 你给我这么钱 可以啊可以啊 我干两年不干了吗 两年 对干两年 赚够了不干了吗 你以为光坐飞机就能赚钱 那不坐空割了 空割 那空割就行 那你空割了 哎呦 人家还坐头等舱呢 哎另外我也不怕你笑话 这境遇我真是对这个行的不了解 什么叫路远呢 路远就是在企业要上市之前 他必须要分不同的阶段 向投资者推荐 投资者比如说 有这个证券行业的啦 然后呢有这个不同领域的人 还有比如说大的机构啊 比如说文韬很好 为什么很好 好 他先要先分不同的场次 首先跟这些机构人说 文韬为什么很好 因为他的业绩表现 去年怎么样 今年怎么样 未来会怎么样 我们对他有信心 哦 这个路演就是个收 是个秀 是个秀 是个演出 对对对 那我理解也就到处走路去演出 对对对 就是坐飞机坐飞机 他一般都要演多少场 就看你这个受不受欢迎 比如说一个公司要上市 他又说要路演 指的是什么呢 他要演多少场才够呢 有一些大的企业 比如说过去几年 中国很大很大的一些银行 或者企业到香港来上市的时候 他可能在全球各地路演 那么几个重要的金融中心 通通都要去 香港是最重要的地点 要去伦敦 要去纽约 这是重要的地方吗 但是其他的地方 比如大的城市 只要有投资者 愿意来投资的地方 而且可以聚集足够投资者的人 我就要去告诉你们 你们来听听这一场 吸引 比如到日本 日本如果有人都愿意来买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话 我到日本我都得去 只要有人需要 我们就愿意演 这不跟我们主持人一样吗 枪枪三年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最近呢 也有一个财俊呢 路演了一场 但是这个路演好像出了点状况 你知道这个财俊是谁吗 就是唐俊呢 唐代的财俊 我再次说 虽然我不了解这个人 但是从他的实际业务上讲 应该是有才能的人 对吗 但是呢 出了学历的这个问题 西太平洋 西太平洋 好 这次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说啊 这个砸场子 踢馆 没见过这么踢的 他到什么南京临业大学 请他去讲座 去演讲 结果呢 南京大学有个女生啊 就不份了 上去踢馆 上来说唐俊呢 给我们签名 拿来一的说 你他演讲的题目 也是他一贯的主张 叫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结果人南大这小妹妹就说了 说我看你的成功 不是能复制 是能复印 拿来一的对 西太平洋大学 学历的复印件 让他签字 签字呢 据说唐俊呢 也挺会聊 镇定自若 说签呢 不光签在纸上 签你身上都行 来这个 你知道这段视频流传出来 现在也成了个热门话题 你可以看看 就是有争论 有争论 你比如说 你先看看这个 这个南大的这个 小姑娘 因为现在呢 南京林业大学的 有些学生说 她这么干不礼貌 我们怎么着 把人唐老师请来讲课 你看就是这小女孩 她在旁边等着 等着 你再看下边这段视频 今天我们的联想 要做我的成功 可以复制 那我们想 我会 各位来 京小课同学 都带来 带来一份礼物 就是 我觉得 同一间的成功 不仅可以复制 而且可以复印 我会因为同学 带来了 新大平洋大学的 学位证书 并且希望 您能够 为我签字 然后让我们 更想您的成功 你刚才拿到 这个叫什么 没有知道 我知道拿到了 如果你要签字 我给你签字 最好 现在你身上是最好 谭俊这个话不好 这个 有性骚扰成分 我只是纳闷 这个学历事件 其实已经很长的 一段时间 他为什么还要在各地 再去演讲 所谓的我的成功 就是因为 学历事件很成功 什么是学历事件 就是因为打假 根本没效果 反而做反宣传 中国现在打假 根本打不了 你看很多东西 打了以后 反而出名 就是说根本 没有实质性的 很多著名的事件 你看都后面 没有实质性的处理 所以没有实质性处理 就是说假如 假如我也有点假的 你的假比我厉害 我看最后 你一点都没事 所以说 当然我们 当然还是复制 直到你讲 这个唐骏的事情 我们到底看 一个企业家 是是看他的学历 还是看他 经营企业的成功 作为一个企业家 当然是看企业的成功 但是呢 你伪造一个文件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它不关系到这个企业 就今天你假如说 巴菲特的文凭是假的 股票照样是真的 对不对 但是你错 这件事错 是这件事错 这个是一回事 那么尤其是你把自己的 这个成功经历 拿出来作为一个 值得推广的东西 说我这个可以复制 这个我想是引起争议的 比较大的地方 徐老师我问你啊 就好比 我也不清楚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大学教授 被人揭发 你的论文抄袭了 某一篇论文抄袭了 那么比如说 类似于像唐骏这样 我最后呢 我也不道歉 或者我也不吭声 但是我还是有学问的 对吧 这个是抄袭 这个抄袭 那么你认为就 道德上是不是 我就不能够再接受邀请 去给大学生们讲座 在道德上来讲 当然可以讲 只要有人邀请 我就可以接受 是 这种呢 只是在现在世界上 假如是 假如是哈佛或耶欧 出现这种很大的事情 那一般大学里就会调查 比方香港我估计也是这样 那大学就会专门做出调查 那调查以后 如果说 发现你的文凭是假的 那么他们可以在程序上说 我们当初聘请你的时候 我们依靠的证据之一 是你有这个学位 那现在你这个学位的假的 那么我们对你的聘用 可以终止 那这个 这个是非常常见 我们并不说你学问不好 但是只是说 因为我们当初要求 你提供了一二三四 四样东西 那其中有一样是假的 那么我们的合约 就好像你买个房子 那你进去说本来该有四个门 你跑进去看只有三个门 那你当然可以要求退货 对不对 它是身份证明的 一部分 那就是你从前有个假 但实际上呢 这大学这样做呢 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 因为你要是不这么做的话 你要是有一个人这么存疑 在那里的话 你如何让学校里的学生都不作假 所有的人操东西的话 你谁去查他 你这个学校里怎么查法 老师这个行业是很特别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以身作则 是特别重要的 但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个地方 就是企业家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 他不只是这个学历的部分 学历的部分出了问题了 比如说还是有大学 邀请他去演讲 对 那大学为什么要邀请他去演讲 是因为 是因为他的企业成功 对 是因为他的企业成功 还是说你看 我们刚刚看到照片上面 很多人围绕在讲台上面 都坐满了人听唐骏演讲 他们到底要听唐骏讲什么呢 讲我怎么做CEO 是吧 讲怎么制造讲 来这个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记得当时我看唐骏这个事儿啊 我最感兴趣的 还不是说他什么假不假的问题 就现在都是这 就不说 我当时感兴趣的还是 他怎么挣这么多钱 你知道吗 静怡就是说 咱就刚才接着这个讲啊 我就觉得 社会肯定是不公平的 这个收入啊 你比如说 那当然我跟我爸比 也是不公平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人要跟我比呢 但咱就说 咱说啊 做一个最认真的 最努力工作的主持人 是不是就比做一个CEO 他需要的智力 投入 学习 就要少呢 我不这么认为 我也一样用了 我全部的精力 来做我的工作 可是呢 你就得承认 他挣的多少万倍于我 你说这个 文童院想一想 如果他没有去做这个假学历 他有没有可能进到那个企业 这个台阶是怎么铺成的 好 比如说像在台湾 我们以前在形容这个 经营知识人王永庆 他是小学毕业 我们在形容这个香港富豪李嘉诚 他的学历也不高 可是当时他们是有很多的机会 他们自己的投入很勤奋 可是在这个年代 什么是机会 如果说文涛 你的学历没有大学学历的话 你进得了公司吗 就是我们人力资源部在筛选人的过程当中 你再有口才 今天你这个小学毕业 你是要透过什么方式进来的 不是看你的学历 你肯定被刷掉 你可能要在江湖上 跑这个下海 很长一段时间了 有真本事出来 人家才请你上来 真刀真枪耍了 你才能够上来 对对对 我想这个学历对人的重要性 是因为当中有对自己的不自信 但是对自己 我觉得我有能力有才华 我怎么样才能够施展我的才华 因此我用那个方法上来了 我理解文涛对于投行的这些人 这么多钱的兴趣 他主要还不是在讲钱 钱很多人世袭 或者文来王国王也没听他讲 对对对对 他主要是讲的是一个价值观 这个是很多人大家共同感兴趣的 价值观基本上有三种 一种就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做的比别人好 得到比别人多 我觉得他基本上是这一类 第二种价值观就是 什么事情容易成功 我就做什么 出人头地是第一位的 我今天做主持人 明天我要是能做投行 我就做投行去了 只要这个能够加倍 或者是十倍 第三种价值观是 尽量少做事 或者不做事 但是人有我有 我在班上调查过统计 超过一半的人赞成第一种 也有相当部分是赞成第三种 就是说我最好什么都不做 但是我也都有 但也有一些人是走第二种 其实香港的价值观 某种程度上鼓吹的是第二种 就是你赚钱 这就是为什么投行 所以你为什么感兴趣 我相信说出很多人的心理说 怎么这个这么好呢 我这一行还值得吗 我觉得就数目价值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